咦 副校长发了一个朋友圈 林小小刷着手机 突然有些惊讶地说道 是一个视频 好奇点开 应该是监控视角 还是彩色高清版本的 针对墨学院 许元清整个人几乎都贴在了墨学院大门上 嘴里不停地喊着夜夜 看起来极其卑微 包括后续又说了一系列肉麻的话 视频戛然而止 众人悠悠妄想许元清 一言不发 但想要表达的东西却不言而言 你怎么也有副校长的通讯 刚刚还一脸得意的许元清 突然尴尬起来 将一位裂开嘴笑了像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副校长前几天 加了我们所有人的通讯呀 对 学长他们也加了 林小小有些疑惑 仿佛是在好奇 许元清竟然不知道这个消息 深吸一口气 这的老帮子 许元清是为了搞我 疼不疼 早晚有一天 老子要狠狠地反击回去 许元清咬牙切齿 面目争鸣 拿出手机 在屏幕上用力地戳着 大概数秒钟后 副校长的朋友全下方 多出一个许元清的点赞 以及文字 伟大的副校长 如同春风般滋养着我等的姓名 我愿以您为我毕生目标 努力向前 放下手机 许元清依旧倔强 一时之辱罢了 我许元清从不畏惧 一脸孤高地起身 想了想 又抓起一张线柄 转身离去 只留给众人一个坚毅的背影 证人就这么默默地注视他 许九号 许大头最近的饭量见长啊 孙文唏嘘 余生沉吟 他或许是帮晚饭也一起准备了 哎 有道理 他最近似乎更穷了 突然感觉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但他这依然在不断作死 那却是活该 几人低语着 看着许元清的背影 眼中没有一丝同情 这家伙 在作死程度上 比起赵紫诚有过之而无不及 太狠了 关键 赵紫诚是有目的性地在作死 一切都是为了提升实力而已 但许元清 好像是纯粹地为了做而做 众人散去 回到宿舍里 观察着脑海中的花卷 余生有些出神 其实余生是讨厌犹豫的 纯粹的生死法则 每日游离于生死边缘 如果真说想 余生更想的是可以放下内心深处的戒备 肆无忌惮地睡去 不用担心再也无法见到第二天的太阳 不用去想会不会有人要杀了自己 就这么无忧无虑地活着 去过几天正常人的日子 但终究这一切还是要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 想要更好的活着 就要去冒着生命危险 去提升实力 只有实力达到某种程度时 才能去过平凡的日子 说起来有些嘲讽 但或许这就是现实 一夜过去 清晨看着已经有些空荡的血缘 余生最终还是没继续背着一个书包 认真清理了书包上的灰尘 说在抽屉里 整理着自己的装备 又挑了几颗圆球放在口袋里 推开门里去 走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 余生一如既往的宁静 没有即将去腰郁的那种风啸消息 也没有即将游离于生死边缘的畏惧 就仿佛平日里出门时那种平静 细意为常 毕竟这样的日子 他已经足足过了十三年 余老大 等你回来 我们也会进步的 下次 咱们一起去腰郁 现在的天翻地覆 一道道宿舍窗户打开 众人站在窗口 看着操场上余生的背影 开口喊着 余生脚步停顿 站在大门口的位置转过身 叫着轻轻挥手 然后走出大门 缓缓离去 而宿舍内的众人眼神 也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等我 三天内 我差不多能自觉 到时候 就可以做等级更高的任务了 赵紫诚脑袋伸出窗口 脸上还带着阳光的笑容 只不过说话有些欠揍 最近喜欢打我的老生都不在 该挑戏谁呢 赵紫诚若有所思 目光看向了那许愿深处的方向 累到拱门里 好像有人 眼睛一亮 赵紫诚果断穿上外套 如同英雄般 迈着豪迈的步伐 大步向学院伸出走去 待待半小时后 隐约间 拱门内似乎传来了一声哀嚎 痛苦中又充斥着兴奋 以及不断地挑衅声 总之听起来挺憋态的 孙文几人默默对视 同时团来一声长叹 这台戏声中 不知包含了多少的羡慕 挨打就变强 这种事 他们也想要 但很快他们的目光 就又落在了孙文身上 你看啥戏 你通过升级最快 孙文嘴角微微抽搐 以时间更羡慕赵紫诚了 没车用吗 刚走出墨学院大门 余生就陷入了沉思 没有通往镇腰关的火车 那边关卡很严格 自己的车还坏 所以 再买一辆吧 余生眼睛微量 突然变得有些激动 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或许 对于余生来说 他最大的乐趣 就是开车了 一时间 余生突然对自己 这次的行程充满期待 腰郁虽然危险 但这沿途的风景 却还是令人沉沦的 这次 自己一定要好好尝试一下 在高速行驶中 不损害汽车的前提下 急停 那 要不要挑战一下 手动吧 余生似乎更期待了 就这么大步 向着汽车专卖店走去 先生 这是某火罪新款 性能方面要更加优越 你可以施驾体验一下 被销售员看见余生后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在江城 这些墨学院的学生们 大家还是认识的 尤其是余生 听说这位做的任务很多 特别有钱 大金主 施驾吗 余生呢喃着 眼神明亮 呃 不用我陪吧 看着车头出的坑 余生陷入沉思 显然施驾失败了 那名销售员的笑容 有些僵硬 这车身 他们是加入了些许 高级妖兽股份的 坚硬异常 可以说安全性能极高 非常适合眼外 哪怕几只普通妖兽 不停撞击 都能硬抗许久 但为什么 为什么这人只开了一圈 回来之后车就这样了 他是把车开去腰郁了吗 还是经历了恐怖袭击 先生 这个 销售员还在努力地 组织着语言 余生弥难自语 余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车的坚韧性大体来说 还是比较符合他的预期 最起码看起来 开到镇摇关后 是有机会再开回来的 经历两次停车而不坏 问题应该不大 但销售员眼睛格外明亮 一路小跑地跟在余生身后 并且贴心地给出许多建议 比如车头的位置 可以给他免费添加两根仿撞钢条 又详细介绍了车内的气能 如何地保障自身安全 显然 他已经找到了突破口 余生这人开车似乎有点问题 销售员拍着胸脯保证的 余生越听越期待 顺利签完购车合同 办理临时拍照 驾驶之车 以一种优美的货线 渐渐远去 销售员望着余生迷去的背影 发自内心的赞美 按照这车技 最起码一个月一台车 自己发家致富的目标 似乎不远了 或许谁也没想到 第一个夸语生车技好的 竟然会是四埃斯店的销售员 这些扮妖人的手段 太过于低级了 如果不出意外 妖狱那边很快就能重新认识到 谁才是他们最适合的合伙人 我万神教在人狱 依然拥有着无法超越的掌控力 秋笑笑看着一篇篇的新闻帖 脸上带着一抹笑容 舒展了一下自己妙满的身姿 惊险从容优雅 去联系一下妖狱吧 就说我们可以免费帮他们做一次活 有些慵懒的开口 阴影中一道身影转身离去 没有发出任何响动 扮妖人 看来妖狱也会搞竞争了 房间内只剩秋笑笑 疑难低语 妖狱 天穷剑 你们最近的处境似乎不太好吧 天穷剑整体环境 与妖狱其他地区相比 还是要高级一些的 有建筑 有城池 有山有水 虽然建筑有些粗糙 但却也充斥着一种野蛮的另类美 蛟龙院 地处天穷剑的北侧 一处漆黑的深潭 潭中不是有一条小蛟龙游动而过 而在潭中心则是一处小岛 岛上 一条漆黑色的蛟龙匍匐在地面 周围还摆着一些血石 身边更是长满了奇珍异宝 蛟龙也是龙 身上自带龙气 常年居住的地方 哪怕是一些绿纸 随着时间的推移 都会产生很多奇妙的效果 蛟龙花 龙虚草 月花 每样拿出去都是重宝 不劳你费心 黑蛟看着面前的肥淡淡说道 无妨 只是你蛟龙一族 族人众多 手中又掌握着这腰郁的几处宝地 如今的情况 你们还有把握守住这些地狱吗 月花林 百草园 神虚 每一处都令人垂涎呢 飞的语气有些唏嘘 仿佛是在为黑蛟遗憾 黑蛟内有些冰冷的瞳孔竖起 双爪称立 缓缓立起身子 所以 你是来嘲讽我的 嘲讽你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蛟龙一族都守不住的东西 我飞族就能守住吗 几日有老祖庇佑 你蛟龙一族的孩子们 难免会张扬一些 得罪了不少人 如今 想要避免这种处境 或许 你我可以联手 飞的声音平静 说出的话充满了智慧 完全不像是以他的脑子 能够说出来的 徐旭渐进 阐述失识 最后再开始抛出自己的筹码 掌握话语主动权 连手 不是我瞧不起你 但哪怕有了你飞族 还是不够 垂涎那些地狱的人 太多了 黑蛟医生轻叹 之前所保持的高傲 渐渐散去 看起来有些无力 那要是再加上香柳呢 我那位富山主 在完成妖化后 有了妖河的激发 最近也刚刚突破到了八级 两座山 三部族 四位八级 你觉得 可守得壮 飞青笑着开口 并且还不忘了在这座岛上 形成能量护照 眼中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言语更是不明觉厉 香柳 如何证明 黑蛟睁了一下 猛然抬起头 眼中泛起一道光芒 非那只眉心的毒眼亮了 牛尾轻轻挥动 一缕黑色气体凭空出现 在半空中形成香柳的虚影 这只不过是缩小吧 此事 本王觉得 可行 香柳轻声说道 黑气渐渐消逝 但独属于他的妖气 却依然弥漫在这片空间中 你那副山主 是人类吧 黑蛟陷入沉思之中 看着飞有些迟疑地问道 但他现在是妖 你觉得人鱼那个环境 能接受一只妖吗 就像是我们妖狱 向来也只是把人 当作进补的食物而已 飞淡淡说道 黑蛟下意识点了点头 深吸一口气 如何联手 详细说说 首先 你等等 飞声音顿了一下 转过身 背对着黑蛟 能量泛起 面前虚空中 浮现出一道道门子 目光扫过 门子消失 首先 你黑蛟一组 负责随时观察 天穷剑的局势 保证情报的优先级 毕竟我们二山在外 有些事情 我们无从之想 听着飞的话 黑蛟点了点头 的确如此 其次 天穷剑每年都会有一部分 优秀的妖族后辈 去攻打镇妖官 杜金 换战功 包括我们鹰剑山 泽山 这种妖 都有 自家后辈在我们手里 生死不过一句话而已 有我们在后面当援助 你蛟龙一族在天穷剑 至少还可以拥有一部分话语权 甚至开始新一轮的争权 如果那些妖神不出 天穷剑或许 可能只留我们一架发生 蛟龙一族主天穷剑 争权 我们二山在外 借着天穷剑的名声 与其他山 夺利 也许某一天 我们几人想要 击身妖神 也未尝不可 你觉得呢 飞语气中带着些许激动 不断地在描绘着一张 宏大的蓝图 就连黑蛟呼吸声 都逐渐变得沉重 天穷剑的局势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妖神一般都不会轻易露面 对权势也不太看重 只会试图冲击更高的境界 虽然没有成功过 几人联手 此事 可惜 最终 黑蛟重重点了点头 联盟成立 不过 黑蛟一族 最好也出几名年轻的优秀后备 在镇腰关刷刷战功 至少能堵住天穷剑里 某些人的嘴 飞斯所见又补了一句 黑蛟微微醋眉 盯着自己面前的这头毒眼牛 最终才缓缓点头 好 我这边会派十名黑蛟 持月阴剑山 其中 包含三名本王的子嗣 黑蛟声音略微有兵啊 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 将来某一天 他们战功赫赫 凯旋而归 就真能全方位地接管天穷剑了 飞依然笑眯眯的样子 看起来有些奸诈 相隔甚远不留下几个质子 总归是不同 这也是季鸿千叮咛万嘱咐的 尤其必须是黑蛟的嫡系血脉 这点很重要 既然如此 本王就先回阴剑山了 几位蛟龙族的优秀血脉 就与本王同去吧 路上还能护持一二 飞仿佛完全看不见黑蛟 那有些冰冷的眼神 自顾自地说着 最终带着十条黑蛟扬长而去 甚至就卷起着十条黑蛟 大摇大摆地飞在天穷剑的上空 引起很多妖族的注意 飞与黑蛟捆绑了 到了如今这个局面 剑在弦上不得不翻 黑蛟就算是想反悔 也已经完了 黑蛟看着半空中离去的飞 自言自语 语气冷面 黑蛟冲天而起 盘旋在半空之中 妖气遮天笔日 一道道低吼声响起 整个天穷剑 妖气沸腾 仿佛有无数的绝世大妖 再逐渐苏醒 余生将车停在树下 看着这座熟悉的山 一时间有些犹豫 这里似乎是进入 妖狱最近 最安全的一处通道 但总觉得 山里那老人不太靠谱 孩子 这才几日 又来啊 就在余生考虑 需不需要换一处通道的时候 那仓老声音响起 余生轻叹一声 走入山中 闪电老人一头黑发 看起来丝滑了不少 坐在高处 含笑看着余生 慈眉善目 老夫还是那句话 此山脚下 保你无忧 老人淡淡说道 逼格无限拉高 啊 谢谢 余生步伐很快 在大扇中不断穿梭着 老人嘴角微微抽搐 小子 你是不信我吗 老人有些急了 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般 在权杖浮现 美轮美奂 老夫可是欺绝 想当面脚的泽山一片狼藉 吊打众朵天轿 其绝大圆满 你难道觉得老夫照不住你吗 老人不断重复着自己早就已经说过的逢宫美契 甚至还不忘记拍拍自己的胸膛 看着那动作 那气势 余生美有来的一慌 脚步更快 甚至连话都不想继续说下去了 喂 给个回应啊 老夫在这地方坐了好几年 挺孤独的 陪我说说话呗 你慢点跑 老夫真不是什么坏人 喂 孩子 记住 有危险就来这座山 老夫保你平安啊 老人依然在不断地喊着 回应他的 只有余生的背影 以及隔空挥了挥的手掌 年轻真好 一照能去腰域两次 老人有些唏嘘地摇了摇头 坐在山巅的身影 一时间有些落寞 一招手 身后那权杖就这么落在手里 看着权杖 老人有些出神 轻轻抚摸着权杖上 每颗颗惊视 老伙计 这些年 受苦了 别急 早晚有一天 咱们再不腰域 杀他的天翻地覆 会有那一千呢 最终老人一声长谈 被权杖 缓缓消散在半空中 而老人也重新闭上双眼 一切恢复平静 你光族有什么资格处置我 老子不过杀了两个人而已 但我在这妖关 杀过更多的妖 任功绩 忍不到你光族爱管 不过是得毛都没长齐得往后 你也赔 一名有些消瘦的中年 目光阴沉地看着 坐在轮椅上的雨摸 声明冰冷地说道 张庆 男 四十七岁 幼爵 曾登阵腰关 后退一经商 在战功下 获得墨格扶持 免税投资 最终殴打自己的竞争对手致死 在樊城一手遮天 强母少女 目无法律 天怒人员 各是贿赂本地警卫司 沆信一气 资料 可有目 与墨手中拿着一张纸 嘴角含笑 笨道 一名穿着警卫司服饰的中年 眼神有些阴沉 一言不发 而张庆则是冷笑 是又如何 我是六次觉醒者 更有二级允训 顿实力 我为人族和心 顿功勋 我同样不差 不过是死了几个百姓 难道墨格还能为了死人 来治罪我这个功臣不成 我活着 才是对人族最大的价值 张庆声如红中 一名名百姓躲在街道上 或者自己家中 透过窗口默默地看着 眼中带着一抹期待 但更多的 还是麻木 说得没错 你活着 的确比死去更有价值 于墨沉吟着 轻轻点头 那中年轻舒一口气 神情变得巨傲起来 一些围观的百姓们 也甚至变得更加麻木 但价值与否 可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来杀人的 你说的这些 是墨格阁主才需要考虑的 但很不巧 他闭关了 宇墨露出一抹微笑 中年神情有些僵硬 目光变得冷冽起来 也要杀我嘛 就算真按照墨格刑法 我也罪不至死 充其量流放罪成 那中年有些不可置信 微微眯起眼睛 眼中还带着一抹狠辣 宇墨轻轻点头 打开轮椅侧面的一个背包 在其中翻了翻 最终拿出一枚令牌 上面只有一个字 射 家族留下的 拿着令牌 杀人不犯法 你杀人该死 我杀人则无罪 于墨微笑着 又将令牌随手丢回到了背包里 是不是感觉不太公平 如果要解释的话 就是 你立的功还不够 随着声音落下 一缕淡淡的能量 自于墨身上散发 那中年眼中也弥漫着些许杀气 就这么紧紧地盯着于墨 身上气息爆发 一把弯刀浮现 荣于自身 人更是腾空而起 两人无法分辨 他下一秒是准备动手 还是跑动 四觉以下 不过强身健体 鱼者乱世 可称蝼蚁 炮灰 四觉 可容觉醒物于自身 能量由于体内 称脱俗 五觉 能量进一步加深 与觉醒物搭配 杀伤力急剧扩大 将自身开发至极限 大部分人终其一生 困于此境 故称囚龙 六觉 感悟天地之力 那天地元素为己用 可飞天 可蹲地 可改变地质 可凭空凝水 体魅能量生生不息 此境称超凡 七觉 荣自身于山海 其身所在 便是一方天地 此境称山河 八觉 心随意动 风随意止 大鹏一续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死境可撑九万里 九觉 算了 你不配 与墨笑着摇了摇头 轻轻挥手 身后 一笔血色长剑 凭空出现 漂浮在他的头顶 但我不投 我不纳觉醒 误入己身 不入这方天地 我即是我 剑即是剑 第一剑 扶摇 与墨轻声呢喃着 看着已经向远处 逃离的张庆 勾了勾手指 面色依然发白 坐在轮椅上 如同一名普通人 身后那长剑 骤然分化 一道有些虚幻 模糊不清的长剑 颇空而去 不过瞬息间 就已席向张庆后背处 张庆神情凝重 半空中身影一顿 能量激荡 将这名为扶摇的长剑挡住 盗王的速度 更是快上几分 第二剑 山海 与墨低语 长剑再次分化 一道清脆剑体 伴随了一声剑影 同样颇空而去 山海和扶摇 在虚空中不断穿梭 拦截着张庆的身影 第三剑 熔影 又是一剑 如同龙影 与山海扶摇盘旋交替 彻底断了张庆的逃亡路线 剑气或优雅 或锐利 或磅礴 在半空中 交织成一张剑网 张庆神情名重 对于虚空之中 那弯刀上 金石闪耀 道道金光浮于自身 形成能量罩 又有虎啸之声响彻 一头幻影 猛虎自扮空中 与那三柄剑对峙 但哪怕如此 凌厉的剑气下 那猛虎虚意 已经逐渐变得暗淡 趁着这短暂的空隙 张庆再次远顿 第四剑 清风 这一次 甚至都看不到剑的影子 只有模糊了 青光一闪而过 在看去时 张庆胸口 已经出现一道戒痕 而护体的能量轰然破碎 缕缕鲜血 顺着高空不断滴落 张庆如同困兽 发出一声嘀吼 有些不可知性地看着鱼魔 怎么可能 你为何有如此多的觉醒屋 这类觉醒者我见过许多 从未有过如此攻势 除非 看着轮椅上的鱼魔 张庆仿佛眉目了什么 除非 你这长剑无法入体 所有强大的攻势 伴随着的 永远都有软肋 谁要脑子杀了你 一样能活 说话间张庆不顾一切地 向羽默冲击过来 再次浮现能量护照 阻挡着 人类名为清风的常见攻势 羽默就这么坐在轮椅上 始终面带微笑 平静地注视着他 眼看张庆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哪怕已经满身是伤 快了 就快了 张庆变得有些疯狂 只要自己冲到这个残肥面前 就可以轻松杀掉他 然后逃之妖妖 大不了换的地方躲起来 谁能奈他如何 三秒后 自己的弯刀就可以划过羽默的搏梗 定无剑 无疑 随着羽默的轻声呢喃 清风剑一闪而逝 能量招破碎 而自己的心口处 突然传来剧痛 一道贯穿伤凭空浮现 在鲜血的浸染下 隐约能看见一柄长剑 自己终究还是落在了羽默面前 费力地抬起头 却无法再挥动弯刀 瞳孔逐渐扩散 最终无力地垂下头 就这么跪在羽默的轮椅面前 彻底失去呼吸 随手擦拭掉泵剑在脸上的几滴鲜血 羽默推动门椅 转过身 剑归 随着一声轻语 虚空中几柄长剑 划过优美的护线 向羽默汇集而来 包括张静心口那柄 最终常见自扮空灰在一起 形成最初时的那柄 凭空散去 解决掉张静后 羽默又看向那警卫寺的中年 面带笑容 其实 你也可以讨一下试试的 总够要争取下吧 也许能活呢 看着羽默的笑容 警卫寺中年的心里 骤人生起一股寒意 额头上不满汗水 眼中所流露出的全部都是恐慌 站在原地颤颤巍巍的一栋不敢动 他还有家人 他不能跑 带走吧 羽默低语 几名暗格的工作人员 就这么上前 拽住这中年 拖拽着离去 周围那些百姓们的目光 逐渐变得明亮起来 这座被欺压了许久的偏远城市 仿佛突然就又有了光的存在 他们目光整齐划意地 落在羽默身上 有些激动 羽默倾笑着看了众人一眼 明明是在微笑 明明这个人刚当还在为他们除恶 他一眼看去 总觉得让人有些心底发凉 甚至就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是为什么 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 或许只能说这个人和他们印象中的英雄 有些不太一样吧 没有慷慨激昂的发言 没有对群众们说上一些暖心的话 只是平静地杀人 平静地离去 自带一笔疏远的气息 就仿佛这人与他们之间有着一层高渠 令人望而却步 无法接济 直至那轮椅渐渐远去 看着一地的鲜血 百姓们才发出一声声惊呼 这个张庆真的死了 要知道他可是六爵啊 莫格竟然真就杀了吗 这只是一个开始 轮椅上半离去的身影 低语着说道 然后咳嗽两声 脸色似乎更加苍白了些许 腰郁 余生穿梭在平原之中 躬身隐匿着自己的身影 不远处 一只低级羚羊正在漫无目的地游荡 双脚被打磨得一场锋利 嘴里也已经净化出了尖锐的牙齿 看起来凭空添了几分凶悍的气息 余生脚步轻缓 目光巡视四周 确定周围没有其他要兽之后 才缓缓摸到了这羚羊身边 手中鱼线被他缠出一个套圈来 轻轻摇晃 精准地套在羚羊的脖羹里 猛然一转 羚羊轰然倒在地上 见起尘土 脖羹出更是出现一圈血痕 由于毛皮太过于坚硬的原因 导致羚羊只是伤痕很深 却依然活着 余生从始至终的表情都很平静 将鱼线尾端缠绕在匕首上 并且将匕首插在一旁的树上 固定住后 即步来到羚羊身边 盘光一闪 精准地摸在羚羊的喉咙上 只不过羚羊依旧在断断续续地嘶吼 庞大的身躯还在不断挣扎 妖兽和人的脖梗构造不同吗 余生叹着挣扎的羚羊若有所思 又一次看了看四周 远处已经有妖兽听见这边的动静 开始向这边赶来 只来得及在喉咙处按照自己之前的经验 随意抹了一刀 看着渐渐失去呼吸的羚羊 平时一闪而过 将尸体收起 拿回余线 匕首 余生满如游走于黑暗中的死神般 按照早已规划好的逃亡路径 消失不见 他待半分钟后 几只青狼眼中泛着幽绿色的光芒 围在羚羊之前尸体所在之处 看着地面上沾染的鲜血 鼻子轻轻抽动 但最后显得有些茫然 明明还残存鲜血的气味 却始终追踪不到路径 有些奇怪 一处树洞里 余生陷入沉思 首先 一只一脊妖兽的羚羊 所带来的灰色气体并不算多 甚至不如一段单口相声 但胜在薄利多消 而不过一脊妖兽的皮毛 就已经坚韧到了 连鱼线都难以切割的程度 除非是妖兽自己在高速奔跑下撞上去 至于喉咙的部位 与人的相差更是很大 如果按照在最诚的经验形式 很容易就会发生失误 把自己葬送 还需要更多的实验 余生沉吟着 再次警惕地钻出树洞 换一个方向离去 过了大概数分钟左右沉思着回来 牦牛的皮肤相比于羚羊要更加坚韧 力量也会更大 切割咽吼也要向上偏一寸左右 才能做到一刀毙命吗 数据还是不够精准啊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整天里 余生以这树洞为基地 逐渐向远处扩散 寻找落单的低级要手 在不断做着各种实验 比如如何一刀毙命 总结防御强度 速度力量 等等一系列的测试 直到深夜才将树洞遮挡 在保持警惕的前提下 适当地休息着 而周围的妖兽则是陷入恐慌 似乎有些不太对 气氛多少有脸诡异 将是死了不少妖 但是又看不见尸体 宛如灵异事件 很多时候都已经听见 同类的嘶吼了 过去之后啥也没有 哪怕它们的灵智还不高 更多时候只是凭借着 自己最原始的寿年 但如此下来 总归是能反映过来些什么 月色升空 妖兽们回到自己的领土 匍匐在地面上 早因突就之类的 则是站在树底 吸收着月光中的微弱能量 一时间 白日里有些吵闹的 这千里妖元 突然寂静下来 只有一些捕食能力偏弱的妖兽 或者还无法从月光中 汲取能量的 才会选择在夜晚捕猎 纯粹的自然法则 余生悄然睁开双眼 身影矫健地从书洞里钻了出来 借着月色 拿出一张图纸 这是来之前 孙文化重金在那些 妖狱猎人手中买来的地图和情报 包括某些地方有着什么天才地堡 并且标注了危险等级 而余生现在所看的 就是千里妖元部分 确认了一下坐标 将地图收起 余生穿梭在草原上 绕开一只只妖兽 将自身完美地隐藏在夜色之中 悄无声息 短短两个小时 余生前行了数十里 直到看见不远处的湖泊 脚步才缓缓停了下来 这湖泊不算大 湖边还有几只妖兽 闭着双眼 呼吸声沉重 伴随着一呼一吸间 有妖气在不断吐纳 而在湖水中 同样不时看见 一道游动的阴影 湖面上 几朵莲花盛开 在月光下散发着淡淡的光运 而在湖中心处 一只老鼻飘荡在湖面上 哪怕这几朵白脸如此夺目 却无人感动 竟然是老鼻的专属之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